人人都渴望财富自由 那么有没有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来赚钱呢 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赚钱的七大定律 第一定律 你要做羊还是做狼 永远是百分之十的赚钱 第二定律 对钱有浓厚的兴趣 我苍茫大地 第三定律 最简单的方法 最赚钱 天下赚钱方法 千千万但最简单的方法 最赚钱 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 代办法归一 最简单的才是最好的复杂的方法 只能赚小钱 简单的方法才能赚大钱 第四定律 赚大钱一定要有目标 年年岁岁花相似 第五定律 一定要用脑子赚钱 天下心息结为明来 第六定律 要赚大钱一定要敢于行动 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 第七定律 想赚大钱一定要学习赚钱 天下聪明人很多 但为什么 绝大数人都不付 让大家看看中国股市是怎么回事 什么实际数面 马刚股份6008080 被我从的3.97元打到的2.68元档 这可以说是平淡的日子 从这份不配合是下面的工作 看着把马刚打的团团转 有一种成就感 控制别人命运的感觉 但也有危机感 我觉得成功的人都是同时活在这两种感觉之中的 可幸福狂涨 第二天晚上 主人告诉我 明星开盘2.78 收盘2.73 最低2.66 终于吸足4.5一股了 马上就启动了 晚上回去 先得告诉妹妹买几万股 然后是邻居那个老伙子 往下打给老鼠汤运量 昨天他让我打到2 明天 马刚将展开全面分仓布局 第二天是小规模分仓布局 外面管这个叫洗胖 也对 你看不懂我们在干什么 当然就被洗了 第三天是涨停 今天是7100万 开盘3.47元 收盘3.43元 我一般都是早上接到这样的通知 偶尔也在晚上 于是 我们总部在高开出货 分布在逢地区那 做了一根小银线 大量 压得竟被几口吃掉 今天有人进场买进一千多万股 我们的计划是横一个月 马刚在3.5元横了一个月 做爆料出货状 明年有人可以看出巨大笔章的做盘痕迹 那个买进一千万的人 在这里出了五百多万股 我们也算没白折腾 今天的质量买卖哭到无比 4月6日 7日 马刚再次向上突破 开始有人大力推荐 总部进货 掩护分布出 我改早逝的出了 庄家和跟风姐两种人 有不同的手法和思路 就像现在的出货区域的打高 已经不再採用早逝横盘 中盘打高 而是采用在大幅阵的中打高了 正在做盘 主任来了 说 最高价格做到5.98 这个就是出货的做盘暗号 自认为是短线高手的 在刀尖上铁血 进场搏杀 也有些听了马刚准备 重组消息的人 经常做长片 17日晚上 我破例见到了老总 向他推报 今天的做盘情况 他告诉我 总部资金 有点问题 明天要过出掉 4000万股 我回去分析了一下 分布进货 掩护总部出 27日 股价被分布的炮夹打到了跌停板上 快入闪电的一招 最后出货完结化样 我很清楚有多少人被淘在了里面 在五元上方的刺激出货平台上 股市如人声 顺势而来 方式朝股盈利之道 在中期下跌趋势中 在中期横盘整理趋势中 股价在一定的价格范围内 进行中期的相体波动 次时 可以运用短期趋势线 来判断 这种相体波动中短线满入时机 操作要0 当一轮中期上升行情结束进入持续下跌 操作要0 运用中期下降趋势线判断 中期满入时机的最大麻烦 是下降趋势线的邪律 有时会改 点击前面的一条中期下降趋势线突破后 仅仅是短暂的反弹 其后又继续下跌不止 这种情况的发生 主要在于两个原因 三 股价向上突破 长期下降趋势线是中长线满入时机 在熊市的长期下跌过程中 操作要0 将最高地与第三次终极反弹的高点编成一条线 成为再次修正的下降趋势线同时也是第三条下降上行线 俗话说是不获3 操作要0 另外 三 装甲洗盘时 总而言之 三 一只股票在高位出现连续震荡 怎样才能正确判断趋势 一 拽盘 大盘出现大阴线以后 二 抱大腿 大阴线出现以后 三 摟腰 大盘的大阴线 四 抹胸 这一次 大阴线不仅仅把他扶了起来 扶 叶席 大阴线出现 除此分之外 我们通过研究两条K线的博弈 成功的交易者只需要反复做好两件事 真正的交易者 只关心两件事 一 我买入后 总是证明我对了怎么做 盈利不是靠你预测行情的胜率来获取的 而是依赖你做错的时候 你尽可能少亏 你做对的时候 你尽可能多赚 这就是实战家和分析师的最的差别 你买入的目的不是为了亏钱 而是为了获利 借尽可能的获利更多 当走势对你有利的时候 必须贪婪 要利润奔跑 当走势对你不利的时候 停止幻想 要截断亏损 什么时候大排方向明朗 任何时候都不明朗 任何时候的行情都是拿自己的筹码赌出来的 尽管本屋朋友从来不认为自己在赌 那也只是认为概率大 算不上赌而已 事实上 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走 交易就是下赌注 用确定的代价赌不确定的利润 只不过当致命的风险来临时远离 当风险可控的时候 未来值得一赌 交易大部分时候都是计划我的交易 交易我的计划 然后去看走势按规则确定怎样做 交易时间做的 就只是按规则去交易 如果要在交易时间中的波动里 考虑那些哪里买点或卖出问题 相信很多时候 我同意也会让自己不知所措 我从来就不认为买进的具体点位在交易中 探具多大的作用 只有追求威力的买单 才追求具体卖入认为 买入的具体点位 不会是我交易的重点 我每天在台后看看当天集之前的走势 凭借经验判断一个方向 找一个自以为合适的价格区 然后买入持有 从来不会花很多精力去研究价格 究竟会在极脚几分支柱 但却有很多朋友强调 在他们的交易里 具体卖入认为是多么的重要 如果精确的买点在你的交易中 占据了很关键的位置 如果你不是以追求威力波段的操作 华尔街有人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拿出几张走势图 然后让几个小学生和几个 做了几年交易的人选择后面的方向 接负小学生的胜率压倒性的高于 那些做了几年交易的 你之所以把精确买点看得那么重 无非就是这几个原因 一你总是希望买在最低点位上 买进就有盈利 无法忍受价格的正常回调 二你认为止损就是灾难 所以你总是把止损舍得很小 只是你忽略了 一个区域买进 高一点或低一点的重要性 远远没买不到更重要 但是多少人 因为在大概率的涨势面前 为了追求精确价格而措施机会 这个世界上最白痴的人 就是那种自以为发现了 别人不能发现的真相的人 我从来不奢望买在最低点 卖在最高点 很多人之所以在整体上 无法实现资金的增加 其中一次关键就在于 他无法承受富盈的回撤 其实富盈根本不是你的利润 也没有人希望利润回撤 因为回撤而损失一些利润 但也会因为回撤而把握到更大的利润 只是走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的交易中已经很习惯它了 亏损额度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无论你用任何规则作为交易模式 我不会为特定的行情调整自己的交易规则 所谓一致性就是你在任何时候都按照自己的规则做 行情和外界对你毫无干扰 在我交易还不能做到找叶不惊 闲看盘前花开花落的时候 一个成熟的交易者 不会认为交易有独到的秘诀 即使最赚钱的交易策略 也早就是公开的 前后曾有不少朋友 因为他总是诱惑无处不在的行情里 迷失自己 忍受不住波动 不是担心买不到而买早了 就是想更低价格而没买上 不是担心卖完了而买早了 就是抱太多幻想而卖晚了 这就是交易 如果我说股市风险比市市风险高 肯定有人说市市风险比股市风险高 如果我说股市风险没市市风险高 也肯定有人说市市风险比股市风险高 波动来自于市场 但风险不是来自市场 而是来自你的交易 来自你对风险控制 如果在风险再低的市场 不控制风险 风险都会无限放大 在风险再高的市场 总的控制风险 风险都会大大降低 控制不了市场 再控制不了自己的交易 没有比你守的风险更大了 无论是策略还是计划 每天都在行情里随机做出决定 那么你的所有以前付出的代价和交易沉淀的经验都无法帮助你 这个时候一个老手和干入场的新手没任何区别 都是盲目和心存侥幸的 让交易简单一些吧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QNUC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